万病之源源于血,百病之游游于气,经络通,百病消,血液轻,黏如玉,可见经络疏通是相当重要的,中医上讲,气不足则水不畅,血不畅则水不流,水不流则毒不排,一代身体被堵住了,各种疾病也会随之而来,那么该怎么办呢? 气毒了,气郁,疏通吧,萝卜,芹菜,暗柔山中学,常常叹气,胸闷,白躁,郁闷,咽不有异物感,女性还有乳房长痛,这大多就是气郁了,生活中可以吃些萝卜,芹菜,香菜,柑橘,杰杂,豌豆等,绑住顺气,如果气郁明显,各吃上几回忠诚要加味小窑玩试试,效果一般会不错, 还可暗柔山中学,山中学位于两侧鼠头正中间与胸骨中线的交接点,它对情绪郁闷,心悸,焦躁等又缓解作用,您别不信,如果您很长一段时间来经常生闷气,不开心,您按压一下沙中学,肯定很疼,怎么办呢?用大拇指度暗柔山中学,不要怕疼,每天坚持暗柔,一直要揉到不再疼痛就可以了, 却堵了,血鱼,疏通发,银耳,墨耳,大蒜,按压和骨学,肤一鱼青,脸上一身斑,牙银一出血,舌头刺暗,有时胸泪会感到针刺般疼痛,小便稍结颜色深,皮肤还一干燥,这些都是血鱼的表现,可融合血化鱼的食物来调理, 比如银耳,墨耳,黑豆,山楂,绿茶,三西等,还有大蒜,中医认为大蒜性性温,其所含有的大蒜素有化起去于,过血管的目的,被作为血管自清道夫,还可按摩和骨学,先以右手拇指内侧横纹,对应左手虎口,拇指下压锁按之处即是,可骨学有圈血气中之热, 神清降着,书风散表,宣同气血之功,湿堵了,湿血,疏通吧,杀到,一米,按压阴灵全学,食欲到回南田,湿度过高,阴气过重,身上就容易出湿疹,风疹,挫疮,肢体湿不湿,有沉重,乏力感,精神不振,老是睡不醒,这都是被湿血侵犯了,去湿本身并不难, 平日不防止点点皮屈湿的食物,比如山药,白点豆,红豆,阴影,茯苓,剑石等,可很好的改善症状,还可按压阴灵全学,去学方法,做好用仰卧或重做的姿势,进步内侧科后下方45度凹剑处,就是阴灵全学位的位置,按摩方法,取最舒适的体位座位,仰卧为均可,用两手拇指按压, 在两侧,阴灵全上,按而揉之,让自己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,并产生酸,麻,脏,痛,热活走串等感觉,维持一定力度,用拇指对直部肌肉进行左右弹拨,每次按揉5到10分钟,每分钟按压15到20次,每日2到3次,热毒了,热毒,疏通吧,棉藤,竹笋,冬瓜,按压需持学, 说有热毒,你可能想象不出什么样,但热毒堵在体内的症状却很常见,浑身发热,皮肤容易出现红柱热痛,容易起挫疮,全身关节及肉酸痛,这些都是热毒的主要症状,中医讲了,含着肉汁,热着含汁,有了热毒,那就是得多吃点含性及良性的食物, 比如莲藕,竹笋,鹿笋,冬瓜,茨菇,茨瓜,黄瓜,苦瓜,柳菜,菠菜,馅菜等,另外马蹄也能精热解毒,有精热裂尿,辅助降血压的功效,配置以白果,蛋花,冰糖,有精润,预防热毒感冒之效, 马蹄是广东人的叫法,真名叫鼻气,还可按压驱使学,驱使在手肘关节弯曲欧陷处,有精热解表,散风止痒,小肿止痛,调和气血,舒静通落的功效,寒堵了,寒血,疏通吧,小米粥,热糖,按摩神雀学,现代人的身体,多少都会有些寒气,如果受寒过重, 毒在体内,就会伤及凉气,出现胃寒腰冷,手脚冷,面色发败,容易拉肚子等,可吃一些小米粥,热汤来散寒,人喝了热汤以后,会出一身汗,那么体表的汗血就会散了,这就和我们在刚刚感冒的时候,喝完热浆汤可以出汗散寒一样,还可按摩或者挨酒神雀学,神雀学,再度其中,起乃先天之节地, 后天之气设,是五脏六腑之本,元气归藏之根,可乎五一身之氧气,具有温通氧气,散寒通落的作用,按摩方法,两手相叠,掌线对准并贴在神雀学,每次15到20分钟,每日一次,如果门爱有神雀,缺寒的效果更显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